想象一下 我们漂浮在一个广袤无边的海洋里 周围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生物的踪影 最近的星星和行星 也远在数十亿光年之外 就好像我们是唯一存在的生命 四周的空间像是无尽的虚无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 但事实上 这很可能是我们的现实 多年来 科学家们一直怀疑 我们的银河系 可能位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空洞中 这意味着 我们所在的宇宙区域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空旷 更加神秘 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最近的观测结果 给予了这一猜测更为坚实的证据 根据最新的发现 科学家们认为 我们可能真的处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空洞中 这一发现 可能解开困扰科学界许久的宇宙学谜团 并彻底颠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宇宙的神秘结构 丝状网络和空洞 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充满着无数星系的巨大网络 这个网络主要由看不现的暗物质构成 形成了细长的丝线 将星系和星系团移引力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丝线的交汇处 物质浓密聚集了许多星系 这些星系共同构成了宇宙的节点 然而 在这些丝线之间 并不是所有的空间都充满了星系和物质 事实上 有些区域几乎没有任何物质 科学家将这些区域称为空洞 这些空洞宛如宇宙中的气泡 里面几乎没有星系 恒星 甚至是行星 宛如一片宇宙中的沙漠 这些宇宙空洞非常巨大 横跨数百万 甚至数十亿光年 为了让你能具体想象它们的规模 如果你以光速行驶 每秒约30万公里 那么穿越一个空洞 可能需要数百万年时间 这些空洞如此之大 以至于让科学家感到困惑 因为按照现有的宇宙模型 这么大的空洞本不应该存在 宇宙学原理的挑战 均匀性与各项同性 为了理解这些空洞的存在 我们需要了解宇宙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 宇宙学原理 这个原理指出 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性质 是均匀且各项同性的 也就是说 无论我们站在哪里 朝着哪个方向看 宇宙应该在宏观尺度上是相同的 想象你站在一片无边的沙漠中 无论你转向哪个方向 看到的景象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各项同性的概念 无论从宇宙的哪个点观察 朝任何方向看 星系 恒星的分布应该都很相似 均匀性则是指 从宏观角度看 宇宙中的物质分布应该是均匀的 就像你在高空俯瞰海洋 近处可能有波浪和渔船 但从远处看 海洋只是一片广阔的蓝色平面 同样的 宇宙的各个区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 不应该出现大面积的空白 或异常密集的区域 然而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观测结果 似乎挑战了这一基本理论 科学家发现 宇宙中可能并不像 我们原本所认为的那样 均匀和各项同性 微博望远镜的新发现 颠覆宇宙认知 微博望远镜观测到了一些 非常遥远的星系 这些星系比我们现有模型 预测的要老得多 并且发展的更未成熟 这些星系的排列方式也显示出 宇宙的不同区域之间 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些观测结果如果得到确认 意味着宇宙中的大规模结构 像是星系团的分布 并不是完全均匀的 这直接挑战了宇宙学原理的核心假设 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 宇宙的结构和性质 此外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环状星系结构 这个结构再次挑战了宇宙的均匀性 和各项通性 如果宇宙真的在所有方向上都一样 那么这样的结构本不应该存在 这表明宇宙的物质分布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均匀 宇宙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 有着显著的变化 这些发现意味着 宇宙可能不像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 在任何地方都相同 甚至可能在很大范围内 存在着广阔的空洞 银河系位于超大空洞中心的可能性 这些新发现 促使科学家进一步推测 我们的银河系 可能实际上位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空洞的中心 这个空洞可能横跨20亿光年 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空旷区域 这样的空洞不仅挑战了我们对宇宙结构的认知 也可能为解释一些困扰科学界已久的谜团提供线索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勃张力 哈勃张力是指在测量宇宙扩张速率时 不同的测量方法给出了不同的结果 这个问题让科学家困惑了许多年 按照理论 无论从何种方法测量 宇宙的扩张速率应该是一致的 但实际上 使用不同技术所得到的扩张速率数值存在显著差异 这导致科学家对现有的宇宙模型产生了怀疑 KBC超大空洞的研究与哈勃张力的解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科学家开始研究一个名为KBC超大空洞的区域 这个空洞是一个星系数量显著低于平均值的区域 直径达到3亿秒差距 它与我们目前的标准宇宙模型 冷暗物质Lambda模型 或称Lambda CDM模型 不符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 研究表明 KBC超大空洞的存在 可能与宇宙扩张速率的差异有关 观测显示 靠近这个空洞的星系的移动速度 比预期要快得多 这与标准模型的预测明显不一致 并且给出了宇宙在大尺度上的物质分布 存在异常的暗示 为了解释这些异常 科学家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数学模型 这个模型由研究团队中的成员 莫里兹哈塞尔·鲍尔开发 用来预测在不同情况下星系的运动速度 研究发现 当考虑到KBC超大空洞的影响时 星系的运动速度与我们的理论预测更未吻合 这意味着 银河系可能确实位于这样一个超大空洞的中心 如果我们的银河系 真的是位于一个这么大的空洞中 那么我们周围的空间扩张速度 将比宇宙其他地区更快 这也解释了 为是模我们在测量宇宙扩张速率时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简单来说 这个空洞的存在 可能是哈勃张力问题的答案 结论 重新思考宇宙的本质 这项研究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 首先 它提供了一种 可能解释哈勃张力的全新方式 认为宇宙中像KBC超大空洞 这样的大规模结构 可能对测量结果产生了影响 其次 它暗示我们的银河系 可能位于一个超大空洞的中心 这颠覆了我们 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理解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这一发现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来理解宇宙 它挑战了我们对宇宙均匀性 和各项同性的看法 并且为解决困扰科学界已久的哈勃张力问题 提供了新的线索 这些发现让我们意识到 宇宙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并且充满了尚未被理解的神秘现象 如果这些理问最终得到证实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宇宙的本质 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宇宙不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 那片平静的海洋 而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空洞 和无法预测的变化 或许 我们正在逐步揭开宇宙的真正面貌 而这仅仅是开端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 有关新科技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